恒指前日于低位反弹,回升至26300点资上收市,作继续反弹,腾讯700上升3.42%,为恒指声势打下基础。 昨日腾讯发布今年1月份旗下游戏王者荣耀收入创新高。 事的,疫症爆发,许多人不上街,再加换游戏,不但再加换游戏,想买东西就上网买。 网购生意旗好,阿里巴巴9988昨日的升幅还大过腾讯。 升百分之四,看来,腾讯与阿里巴巴这两只龙头网股,股价是有条件创新高。 腾讯来历史高位还有点距离,阿里巴巴的历史高位227.4元。 距离目前的水平不算太远。一旦在创历史高位,对整体股市会在激发的作用。 药股继续有炒作,不过,也有炒了一天就急跌的药股。 因此,记住,如果手上有药股,一遇急升,应该马上沽出获利。 更不应该高追,昨日恒指虽然上涨1.21%, 但是仍有四只恒指成分股股价下跌。 澳门政府宣布赌场关闭。 银鱼027。金沙1928急跌。 之后于低位有支持。 银鱼在下跌5.1%后。 在低位反弹2.9%收市,金沙也在下跌4.5%之后。 由低位反弹2.6%收市。 不少投资者相信,关闭赌场对赌业股而言。 事坏消息出进。 因应新型冠状肺炎已经严重打击中国及许多国家的经济。 国际货币基金会已经公开呼吁全球政府放水。 相信特朗普会更努力地利用这个机会向联储局施压。 要求再减息放水。 实际上,中国中央银行也已经开始放水。 股市的升跌。 市场有钱没钱比实体经济更重要。 2008年中国的4万亿基建。 2009年美国的量化宽松都提供了很好的证明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